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奥藏经社的旅心 今天呢,在我面前摆着这些年代不同大小各异的器物 但是呢,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叫做小器大型 何为小器大型呢,这个是中国古代器物中一种审美的理念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所见到的普通器物的尺寸 它把它浓缩成一个很小的尺寸,作为一种观赏和把玩用 而这种浓缩的比例呢,并不会使人觉得是一种违背常理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 反而呢,让人在欣赏过程中平添了很多的情趣 比如说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接触的,比如说汽车模型也好 微缩景观的这种景源也好 它们都是一些小器大型的在现代生活中的御用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一件一件来讲解这些器物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件红舟窑的仪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件中国南北朝时期的红舟窑的仪 那么它怎么使用呢? 是有人握着这个靶,另一只手托着底部 里面盛满了水,然后往下倒 而被使用者呢,通常是一些贵族 他们只需要把手伸出来 那么,由直这个仪的人倒下来的水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人工水龙头 这样呢,他们在饭前或者饭后,以便于洗手 这个红舟窑的仪呢,它实际上的尺寸 应该是比它大很多圈 因为它本身应该是一个青铜器 那么为什么做成陶瓷器,并且比例缩小呢? 那是因为在中国的魏晋南北朝以后 中国流行博葬 所以呢,作为奢侈品的青铜器 一般呢,就不作为陪葬物了 转而用这种陶瓷器缩小比例来代替 大家可能觉得这样一件仪看起来不是很起眼 我给大家看一本书 这本书呢,是中国瓷器定级图典 那么在这本书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这件器物 它是明确的被国家定为二类文物 也就是说,这件东西它的历史、文化价值 是非常之高的 我们接下来呢,要说这件器物 这件器物呢,是一件非常精巧的小植壶 它的年份呢,是中国大概南宋时期的胡田窑的 真正的这把酒壶呢,它实际的高度 应该在二十或者三十公分,甚至更高 它是用来倒酒用的 而把它做成这么一把小壶,究竟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它可能还是一把小酒壶 因为很多人的酒量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放少量的酒,那么来倒出来,来饮用 还有一些人的观点呢,就是说 它可能是用于文房器里面的厌滴 注入很少的水 由于它的出水量也很小 这样在文人末课写书法和画水墨画的时候呢 需要研墨等等,需要水的时候呢 可以以它来当厌滴,来注水用 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么小的器物 其实它完全任何的使用用途都没有 完全就是一种把玩物 就像我们现在喝茶的茶宠一样 那么除此以外呢,除了这把小壶 我还见过如此小,甚至更小的罐子 或者小瓶子,这些我都见过 很难说它们具体的用途 所以呢,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探讨 这把小壶它的实际的用途 而通过这么一把精巧的小织壶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大器小型 所产生出的这种美感 以及情趣感 那么下一件呢,我为大家说的呢 是这件卷钢 这是一件康熙晚期至雍正早期的 青花博古文卷钢 所谓钢呢,大家顾名思义就是 那种很大的那种储水器 比如说在故宫里面 我们能看到那种铜溜金的 直径在四到五米以上的那种大钢 那个大钢是做什么用的呢? 那是因为像故宫这种古建筑群 它往往都是木质结构 很容易发生火灾 所以呢,那种钢作为一种消防用具 也就是说平时在钢里头都注满了水 那么一旦宫廷里发生火灾呢 太监宫女就会立刻从钢中取水 来灭火用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小钢的器型 就是把那个大钢缩小了恩多贝 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什么叫做卷钢的卷呢? 我们一般说书卷是文人自己写或者欣赏的一种手卷 如果我们把它展开了的话 它大概能有五十公分甚至一米甚至更长 而如果我们把它合上 它大概只有二十公分左右 那么这样的小书卷在我们用完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卷钢里 作为一个储物之用 那么这样一个小钢 我们大概可以放至少三到五个小卷 同时呢 它也可以作为文房器里的储物钢 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些便条 或者一些写废的作品 我们随手把它揉成一团 就可以扔在这种小卷钢里 所以呢 我们说它也是属于文房器 我们一般说呢 文房器可能指的就是笔、墨、纸、燕 但其实除此四种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文房器 而这种小卷钢 就是目前文房器分类中 器型最大的产品 接下来呢 为大家分享这两件器物 这两件器物呢 大小不同 但是它们的器型相似 我们说这种器型叫天球瓶 所谓天球瓶呢 就是指它肚子是一种浑圆的形状 而它的脖子是一种圆筒形 几乎是直上直下 这样一种形状 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件 这一件呢 是一件清代中期左右的 寄蓝柚天球瓶 何谓寄蓝柚呢 寄就是寄寺的寄 指的就是在寄寺的时候 用的一种蓝柚瓷器 中国自从明代佳境以后 中国的寄寺制度就有一些明确的点章规定 比如说 以蓝寄天就是这种寄蓝色 那么寄地呢就是黄色 寄日呢就是红色 寄月就是月白色 所以我们一看到 这件小天球瓶 是一件用于寄寄天的 这么一件寄蓝柚的天球瓶 是一件很不错的小金瓶 我们再来看这件小天球瓶 它的尺寸呢 比刚才那个更小 我们知道真正的天球瓶 它大概是36到42公分 甚至更大 而著名的几个天球瓶的品种 就像雍前时期的 粉彩九陶天球瓶 还有乾隆时期的 蝉枝莲纹天球瓶 那都是非常宏伟的 巨大的官窑重器 而这样一只小巧的天球瓶 也带有一些官器 尤其是它上面所绘的文式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一只龙 底下呢也有一只龙 仿佛就是一只成年的龙 再教导一个幼小的龙 如何成为一只真龙 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苍龙教子的题材 而这种题材呢 往往被用到 宫廷慈禧的绘画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的古代皇帝 往往自称都是真龙天子 所以呢 他们以龙的这种寓意 来表示一种 比如说在清代 成年的皇帝 如何教育 他的那些阿哥 和一些皇子 要表达这样一种感情 所以我们看 这件小瓶子 还是非常精美的 并且我们看底款 他写了六字传书 大清乾隆年至 但其实呢 这件小瓶子 并不是乾隆年间的作品 而是一件清代晚期 仿乾隆官窑的 我们称作为官方官的 这么一件小精品 我们刚才讲的 这几件器物 它们的年代不同 大小不一 用途也都不同 但它们都共同诠释了 大器小型 这个中国古器物中的 美学精粹 谢谢大家